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色彩空间 如果你依赖之初不打算做后期 那么可以关掉了 这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帮助 如果你的显示器没有经过校色 也不打算校色 那么这期内容也可能不适合你 但如果你希望了解专业摄影师 是如何为自己建立一个稳定的 多用途的色彩控制环境 请耐心收看一下本期内容 稍微有一点点骚脑 建议先点赞收藏再仔细研究 你要修图 首先要选择一台适合修图的显示器 然后是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修图环境 现在市面上的显示器的类型有很多种 比如适合打游戏的 适合看视频的之类的 有些看起来非常的酷炫 但是它们可能并不适合用来修图 摄影修图领域需要的是色彩准确的 显示色域范围够广的专业修图显示器 这类显示器通常具备了 DeltaE小于4的色准度 以及非常重要的Adobe RGB 广色域的显示能力 并且还会具备一些摄影师 用得到的一些配置 那么苹果电脑 适不适合修图呢 首先苹果电脑 这些显示器之间具备非常好的显示 一致性 也就是说这些显示设备之间的显示效果 是非常接近的 这一点是做的非常非常牛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摄影师设计师 会离不开苹果电脑的一个原因 这个一致性非常高 图审舍直接买来用就OK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目前的苹果电脑 你看官网 他们会宣传XDR显示屏的对比度有多高 亮度有多亮 但是没怎么提色域是多少 其实你在参数表当中还是会发现 目前的苹果电脑是P3色域的 这个P3色域呢 也就是比sRGB色域呢 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但是和Adobe RGB相比 还是要小上一圈 在色彩显示范围上面 会缺失最饱和的部分 尤其是绿色与红色 所以呢显示效果呢会打折扣 而高对比度和高亮度的显示效果呢 都比较适合视频的处理和观看 对平面摄影作品的处理呢 并不是很友好 具体表现在太亮太刺眼和对比度过高 看起来呢画面确实很干脆 但实际上是屏幕显示效果所带来的干脆 而不是经过修图之后的照片文件本身的实际效果 其实摄影修图显示器 对于亮度的要求并不需要很高 标准的校色亮度是120尼特 而苹果笔记本或者iMac 在这个亮度下 显示效果已经不太舒服了 它更适合高亮度的显示 所以呢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通过外接一台广色域的显示器 来提升苹果电脑的显示效果 接下来呢我会具体分享一下我的修图的设备 我的修图设备的配置方案 是使用一台苹果的MacBook Pro作为主机 然后外接两台明基的SW270C修图显示器 这么配置的原因呢 以前呢我是在家用苹果的台式机 比如Mac Pro或者是iMac 出门呢才用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原因是以前的笔记本啊 还是要比台式机的性能上面差一件 而从苹果改用了M1芯片之后 性能方面完全不是问题的 所以呢我就把两台电脑的钱 全花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了 这是2021年的16寸的MacBook Pro 采用的是M1 Max芯片 并且所有的配置全部都已经配到了顶 无论是修照片还是剪视频 目前用下来呢都还没有感到过一丢丢的压力 并且只用一套Lightroom的Catalog文件 绝对比你两台电脑之间去同步要省设的多 管理照片简单很多 出门旅行拍摄带着笔记本电脑 做备份和快速的修图 回到家呢把显示器插上 获得更好的显示效果 那么为什么显示效果会更好呢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自然是Adobe RGB的色彩空间范围 要比苹果笔记本的P3色域要大 无论是用索尼 莱卡 还是哈苏 我都只拍Adobe RGB色彩空间的 Log式文件 因为这样的相机能记录下来的是 它最丰富的色彩和影调的效果 然后再在具备99%的Adobe RGB显示能力的 名机SW270C上显示 自然能够发挥出相机最大的色彩能力 并且呢 DeltaE小于2 也给色彩还原的准确度提供了超过行业标准的保障 二 名机SW270C呢 是专门为摄影师修图设计的显示器 27寸 显示面积呢 基本上是16寸笔记本电脑的两倍多 看图当然非常舒服 并且呢 采用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雾面屏的面板 这个才是摄影师真正喜欢的屏幕啊 而不是那种高亮屏 雾面屏看起来呢 柔和舒服 显示效果与我的工作室里打印机输出的效果 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接近 经过比对 两则显示效果高度一致 能够大大减轻输出过程中的盲目的操作 不用浪费太多的打印纸和墨水 去一遍一遍的试错 这样呢 我在修图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非常的有信心 知道一切结果都是可控的 三 显示器标配了遮光照 可以减少室内环境光 对于屏幕上显示效果的影响 这点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 如果有暖色调的光线照在显示器上面 你看到的照片呢 就会觉得偏黄 就会下意识的去进行 减黄加蓝的操作 导致最后的照片偏蓝 所以显示器遮光照 是一台显示器是否专业的衡量标准之一 以前我特别想给我的iMac 配一个遮光照 后来发现27寸的遮光照并不好买 尤其是针对iMac设计的 就几乎没有 所以呢 以前用iMac的时候 也是外接了一台SW270C来使用 四 遮光照上面留有让屏幕校色仪穿过去的口 方便定期进行校色 再好的显示器 也是需要定期校色的 以抵消随着使用的老化 而产生的细微的变化 做摄影对颜色要求高 有条件呢 要选择具备硬件校色的显示器 最重要的是 硬件校色它不会丢失色彩信息 准确度高于软件的校色 这样校色之后呢 可以让各台显示器之间保持一致性 我是同时外接了两台同规格的SW270C显示器 一台放在正中间横放 修图用 一台呢 放在左侧 竖放 平时呢 用来开着网页和聊天工具 方便的查阅资料 和客户或者朋友进行沟通 在大批量修人像照片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台显示器来作为主显示器 毕竟 竖竖构图的照片 在竖屏上面有更好的显示效果嘛 其实这样的用法 要求两台显示器之间的具备非常高的一致性 保证同一张照片在两台显示器上面看到的 是完全一样的才行 你可能会问啊 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有什么用 在我的配置方案里面是尽量的物竞其用 发挥每个设备的特长 Adobe RGB的修图显示器就主要用来修图 P3色域的笔记本 它的显示效果肯定呢 没办法和Adobe RGB的SW270C完全一样 我就用它呢 作为视频调摄时的监看设备 这样的搭配你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另外呢 显示器可以用USB-C接口直接连接 而且还可以给笔记本电脑进行反向充电 我都不需要再给电脑接上电源 是不是很方便 色彩空间很难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一会儿这个色彩空间 一会儿那个色彩空间很伤脑 也很容易搞错 其实呢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按照我的方法并不会很复杂 在后期修图的流程中 我们在Adobe RGB色彩空间的显示器下面 对Adobe RGB的图片进行修图 修图时采用的是更大的色彩空间 PROPHOTO RGB 这里的色彩空间会由来自动转化 我们不需要管 在输出的时候 我会根据照片的用途去选择合适的色彩空间 比如要贴到网上交流了 那么就导出sRGB格式的小尺寸的图片 要印刷的就导出Adobe RGB格式的大尺寸图片 要进入Photoshop进行进一步修图的 就用PROPHOTO RGB色彩空间 直接跳转过去修图 总之Adobe RGB显示器配合Lightroom 能够获得非常好 非常稳定 同时也是很省色的色彩工作环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我希望通过这期视频 能够让大家理解到Adobe RGB的色域更适合修图 更能够充分发挥你手里那些昂贵的摄影器材的最佳性能 所以好的照片还是要有合适的显示器来进行搭配 我是摄影师张千玲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